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鹰的话 百年前它是属于那种比较跨人跨椅 有一种雨霞的那种感觉在身上 然后就是我得去嫁人 嫁给空桑太太 白鹰这个长势 其实只是因为 人家自己犯了错误 影响到这个家局 对于空桑它有亏欠之情 空桑的灭亡 子民的沉睡 它都觉得责任在于自己 怀着这种内疚的感觉 决定要为空桑 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子民苏醒 我觉得苏摩跟白鹰之间的爱情 然后我第一眼看见你 眼前也亮 但是从进塔之后下来了 它最开始的责任感使命感 让它去拒绝这段感情 但是因为苏摩一直以来 对白鹰的付出 对白鹰的帮助 后来大家一起去打怪 解封印 然后它慢慢去打开自己的心结 再到后来的星空海事 苏摩为了白鹰牺牲自己的性命 但是白鹰却是不知情的 当白鹰知道的时候 苏摩已经快要消耗带进自己的生命了 他是一个有想法 然后而且很努力的一个人 我当然是冰冬 四个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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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好多数量 玉琪在四个下是一个 我感觉他是个很可爱的人 因为我没拉下 在讲吗 在拦住 这点还有隔半一眼 我凑个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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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人 都不能把热闹 我的家王